IT选不爆 还是给我们带来了惊喜 据相关媒体报道中 苹果现已开放授钱 允许USB-C转闪电连接线 进行第三方生产 而这也意味着 用户不仅能在数据线上 省去一部分费用 耐用程度上 也要比苹果官方的更可观 其中说欢迎的第三方 配件制造商 可能会成为第一个进入市场的人 例如nomad anchor audry nativeunion 和belkin的产品 可能会刷钱上市 有要换新数据线的小伙伴 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